当播澳门,《市民日报》文化会税 2021年1月13日 雅集书感授华夏,何关权昌老师受婚 为庆何澳门华夏文化艺术学会会长 关权昌获澳门特区班授文化公职勋章 日前该会在曼豪牵酒家举行雅集 邀请本澳书画家聚首一堂 葵首辉豪创作八尺有多的 感授华夏,图,藉着水墨表达对祖国山河 华夏之美,从当下回顾国家发展历程 体现众人对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坚守 主办方希望藉雅集密切艺术家关系 前辈后进互相交流 提升书画创作草艺 雅集由澳门华夏文化艺术学会副会长 阮一名组织 依请岛澳区全国人大代表 澳门华夏文化艺术学会永远会长刘毅良 澳门移原书画会理事长李德胜 澳门市国艺术协会会长谭直行 澳门当代水墨协会会长陈国明 澳门水墨艺术学会会长陈李 理事长袁明 监事长龚正宗 理事林子恩 中国书画研创学会会长林德昌 澳门上心堂书画会理事长余伟林 澳门华夏文化艺术学会会长 关权昌 理事长关伟生 监事长李宇荣 副会长周永藤 副理事长关建强等人出席 雅集由关权昌绘画感激展开 历时三小时 艺术家以汉墨书空益 单清记心境 辉豪潑墨 即兴合习 表达对祖国山河美好的祝福 同场并探讨艺术发展与传统文化 全城创新 现场气氛欢愉 阮玉明介绍说 雅集组织书画同道聚首潰作 旨在祝贺老师关权昌 荣获特区班寿文化公积勋章 适逢关老八跌华诞 作为学生送给老师生日礼物 表达敬爱之情 另一方面 透过书画雅集 密切本路艺术家关系 无论前辈后进 互相切磋 推动文化艺术氛围 阮玉明强调 关老师长期从事艺术创作和艺术教学 自幼受到艺术分图 对书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 司成岭南或派谭吻游老师 后得到岭南派大师关山月子道 多年来 他在或谈努力不懈 作品更获得人民大会堂 中南海 国家博物馆等机构收藏 阮玉明仲话 跟随关权昌老师集合近六年 老师多年来在 或谈孜孜不倦的精神 一直试作学习榜样 过去由于工作繁忙 没多少时间钻研书画 今日享受退休生活 组织一群书画爱好者创办 图言学写 自力承传中华文化 为系会员对书画创作的热忱 中国书画艺术 慰留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 孕育着中华优秀文化 林德昌说 过往虽然有参与同类型雅集 但今次就感受到另一种气氛 在创作过程中 每人发挥所掌 认成合习 分为融合 同关权窗相识几十年 目睹关佬在澳门艺术界尽心尽力 为推广中华传统文化贡献良多 他希望关佬继往开来 永不止步 用不密谱写中华传统艺术文化开新篇章 李德昌就指每个人都有绘画特点和风格 当不同风格特点 不同不胜的人共同完成一幅作品时候 就需聚合各人的所掌 互相协调 过往多次参与关佬斯组织的雅集 写生 形成了合作默契 作品成功率有九成以上 关佬斯对他来讲 可谓人生历程智者 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都比他有启发 李德昌希望关佬继续在或谈发光发热 逐当文化传播者 辅助本欧年轻艺术家提升水平 为澳门艺术文化事业发挥积极作用 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灵魂 文化轻则国运轻 文化强则民族强 澳区全国人大代表 澳门华夏文化艺术学会永远会长 刘毅良讲道 关权昌先生在艺坛可谓涂里满天下 随不生追求绘画艺术 亦致力承传中华文化 多年黎之之不倦 扶逆后进 学生不分年龄层 由幼同到长者 为推动本路文化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他又认为 雅集活动聚合艺术同好互相切磋 是一个共同提升水平的平台 透过众人合力创作佳作 更能促进艺术家之间的友谊和默契 他继续说 关老师获澳门特区班授文化公积勋章 体现他在文化艺术领域有著突出的贡献 可亦说是 众望所归 受分职系肯定 他在艺坛成绩有目共睹 且一直深受文化艺术界 同埋民众尊敬推崇 其拍力形成一股强劲的凝聚力 今次雅集作品 感受华夏 以关老师为核心主笔 众艺术家默契配合 细节 布局层次分明 且画中一笔一默都富有内涵 同凝聚众人的创作心血同水平 突显风格 进显中国文化艺术之美 刘毅亮同时指出 绘画有益身心 而且澳门文化艺术分为多姿多彩 孕育出不少名人 今年关权昌先生80岁 担当艺术文化传承智者 更有赖社会共同推动 澳门作为中国和世界交往的最早门户之一 一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亦是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典范 他希望关权昌继续团结 凝聚文化同仁 担当起身的文化使命 以中华文化为主流 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的澳门特区定位 扩展到大湾区其他城市 不断深化人民交往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 讲好当代中国的故事 为澳门文化艺术事业 作出更大的贡献 为促进澳门文化发展注入更多人民动力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播澳门 本短片是由市民日报 连同安播传媒合作推出 多谢收听 请关注我们和订阅我们的频道